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妆容分享 我现在脸上画的这个妆 我不知道大家在视频里面看起来怎么样 反正我在画它的过程中 我觉得好奇怪的一盘眼影 用的就是这盘恋爱魔镜的这个 色号是BR799 恋爱魔镜的这个眼影 我之前一直都没用过 但这盘其实我有好多好多年了 可是我也一直都没怎么画过它 所以我觉得颜色挺奇怪 然后这个眼妆待会就看过程吧 我直接从眼妆开始画了 大家就直接看过程就行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偏灰调的眼妆 我不太能hold得住 而且我全程基本上就是用手 和它里边一个附的一个小海绵棒画的 没有用任何刷子 我就别这么多废话 直接进入正题吧 我今天没贴出来 上边贴 所以大家可能看我眼睛 两个眼睛稍微有点不一样 首先我们用这边 这个搭底的颜色 它是一个这样膏体的 我把它铺在这个眼皮上 如果有一点点的珠光 可以给眼皮做个提亮 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 眉骨这个位置也可以 带一点点 是不是 就有一点提亮的感觉 然后我们用这个浅粉色 其实和刚才那个搭底色 有一点点的像 它也是这种偏白的 带亮片的颜色 好 其实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想画什么 我就看见这一盘眼影了 我说拿出来画画它吧 可能会失败哦 我沾这个最深的这个颜色 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晕吧 感觉这会是一个失败的颜色 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颜色 好像是有点那种银灰色 我们点在眼球的正中央看看 这可能就是 所谓的冷色调眼妆吧 然后我来用这个棉棒 沾一点 最深的这个颜色 把它画在下颜色 再沾点那个银灰色 我简直就是神经病了 太搞笑了吧 这个颜妆 整个就是 你们知道就是那种 我说 我好像不想活了 这个世界怎么了 这个颜妆 然后 擦一个颜色很淡很淡的 塞红泡了 最后用一个 阿曼尼的 阿曼尼的小胖丁506 其实是一个 日常的颜色 好了 画好了 没上高光 高光有自尊堂 PK107 它 眼光的嘛 这个妆 这个眼影盘啊 我说一下啊 这个眼影盘 就这种配色的眼影盘 其实不太 就是 我觉得就是 不太日常 我都是呢 不知道哪个该当打底色 哪个该当什么 就是这 这一盘的主色 我都不太清楚 然后我反正画出来 它是一个偏冷色系的 一个 呃 眼妆 我觉得最后这个妆 可能就靠我这 腮红和 唇膏在这儿撑着了嘛 好 就现在就是这样的 然后 今天这个视频 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就随便录一下 我看见这一盘 就抓起来 想画一画 看看自己画这种 颜色 能不能忽得住 事实上 忽不住 好 那 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拜拜